- 年輕跟冒險的舞蹈賽 - 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賽程 - 當你超越級的經線 - 來之前一定要先睡嗎? - 然後不要受傷 - 周圍完全沒人的怎麼辦? - 因為他們跑錯路 - 他的變化是沒辦法預測 - 然後整個體驗也是還蠻好的 - 你先理解這個比賽會怎麼進行 - 然後確定自己的領域 - 你先理解這個比賽會怎麼進行 - 朋友不會生氣 - 那你要來 - 你來了之後後悔 - 那是你家的事情 - 大家好 - 我們等一下規則就是跟著我跑 - 現在不回答問題了 - 等一下邊跑如果跟得上我 - 你就可以問我問題 - 自己在一路上撐過的展現就是 - 自己包含意志力 - 然後跟其他人去比賽 - 之前沒有這樣子翻山越嶺的跑過 - 我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- 跑新竹火車站到俄美國中這一轉 - 大家加油 - 加油 - 覺得還蠻刺激的啊 - 當你疲累的時候 - 你能撐下去就代表更多 - 你不疲累的話你就會死去耳朵 - 因為你沒有體能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- 你就是在旁邊睡覺 - 看別人拿冠軍這樣子 - 這樣 - 我找到一些跑步的訣竅 - 就在下坡的時候 - 然後你用一些比較特別的步伐 - 然後可以讓你減輕一些壓力 - 你們應該沒問題了 - 就是從廢氣場撿到腳踏車 - 然後就是有克服到這個跑步的這個難關 - 大臣又收驚了 - 第一天跑步包包包 - 周圍完全沒人了 - 怎麼辦 - 然後突然他們折返回來 - 因為他們跑多路 - 我們來採訪一下 - 四位現在的感覺 - 很久沒有跑這麼累啊 - 然後身體很黏 - 想要趕快醒走 - 火線的時間 - 第三屆的主題 - 是這個時間 - 你要怎麼樣去抓住時間 - 善用時間 - 然後掌握時間 -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阿里山關 - 那個參賽者要在阿里山上面尋寶 - 他們必須要在下午4點半之前爲 - 爬到這個塔山觀景台 - 這個就是他們需要掌握時間 - 你看著那個導航的距離 - 你要提醒自己 - 多走一步就少一個木樁這樣 - 然後就可以晉級了 - 他們不可能到 - 因為我比他們快超級多 - 一分鐘 - 快點 以關主的手錶為準 - 現在29分 - 附國的話 - 復活的話 - 有價值但是被意外淘汰的選手 - 我覺得是OK的 - 但是如果用運氣的方式來塞回來的話 - 那我就覺得可能也不用敗部復活啦 - 就是他的意義不大 - 因為我本身自己就是敗部復活上來的嘛 - 覺得你要自己提出充分的理由 - 告訴參賽者說為什麼會敗部復活 - 第二個大象是這個美食列人 - 參賽者他們要透過一個桌遊 - 然後獲得一些那個台灣各地區的卡牌 - 然後之後他們就是會要去各地區這個買美食 - 在那個當天的下午3點之前呢 - 抵達花蓮 - 最後一天的大項目是那個 - 沒有上限分數的籃球1對1 - 就是要這個 - 打到有人認輸為止 - 那有一個參賽者他特別厲害就是說呢 - 他就爽睡了一番 - 很多的關主還有導師們都稱讚說 - 這個選手這個很特別 - 當然也有人說他是運氣型選手 - 但基本上呢 - 我們認為運氣其實就是實力的一部分 - 會到房裡有不小心睡著這樣 - 然後我睡著完的時候就是其實 - 因為你剛睡醒的時候其實是迷迷糊糊 - 然後你就告訴我說要打下一場 - 然後我打下一場的時候就是 - 我前面好幾顆都投不進 - 但是真的很認真在投的都投不進這樣 - 然後哪知道我就是後來就是 - 隨便一丟進來就進了這樣 - 我們其實一直尋求的都是希望能夠讓參賽者之間公平的對決 - 然後呢真的是讓這個就是實力最強的人 - 就是可以獲得這個最後的勝利 - 這個比賽其實他整個過程是相當有趣 - 而且他的變化是自己就是沒辦法預測 - 然後整個體驗也是還蠻好的 - 然後輸了 - 但就是整個過程是心腹口腹的 -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是規則上沒有名獎 - 但他是有一個特定的方向的 -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前面會面對什麼奇怪的考驗 - 你又可以用很多奇怪的妙招來突破這些困境 - 運氣最重要 - 為什麼呢 - 因為運氣才可以決定你要比什麼 - 你運氣夠好 - 自立好才有用啊 - 因為全部都是比自立項目 - 代表你運氣好嘛 - 你一定要就是不管怎麼樣都不放棄 - 就是如果自己不是冠軍的話 - 一定會選擇亞軍 - 那是一種榮耀 - 如果你對念能力有興趣 - 但是還不得奇門而入的話 - 非常歡迎你來參加第四屆火星人試驗 - 我們會在這個試驗過程中 - 用各種巧妙的設計 - 還有殘酷的比賽 - 這個24小時不間斷的賽程 - 讓你超越你自己的極限 - 然後就是看到這個天堂的門戶 - 因為我們都很好看 - 我們贏了一系列的希望 - 但我當然是有三種奇跡 - 真是重心 - 一定是夠的 - 十多久 - 而且一個史乘西部 - 史萊長野天堡 - 史萊長野天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